粉丝的老旧iPad平板电脑 让我帮他拆了改革显示器用 这两台显示器呢 是我之前买配件组的 虽然挺丑呢 但是没少用 接下来先拆下这个iPad屏幕 需要加热一下 不锋利的刀片 钻酒精 撬屏幕 它的外屏呢是后换的 已经被我敲碎了 屏幕向左掀起 现在可以看到咱们需要的内屏 拧下四颗螺丝 掀起内屏 内屏的连接排线座 挑起 拔出排线 现在咱们需要的屏幕 已经拆解完成 分辨率为2048x1536 PPI为264 触摸屏呢 已经没有用了 剩余的主板呢 顶多抠个硬盘 改个U盘 也没有什么大用了 粉丝发给我的改屏套件 HDMI线 正面是迷你口 支架 螺丝包 胶布 框架是铝的 最后底壳 两枚扬声器 按键小板 主板 主板显示驱动芯片为锐域 RTD 二三个5T 还有一个显示生压小板 负责显示屏背光 平线 金属针朝上 接反烧屏 那么就是这么安装的 压好锁紧片 需要给它一个5V的供电 可以开机 显示无线号 显示没有问题呢 接下来咱们装机 自下边块的双面胶 然后点亮屏幕 对齐四周 粘上屏幕 粘牢 我觉得还应该再打点胶水 别玩玩掉了 刚好有四个螺丝孔 边缘呢 也打成几点 清理一下指纹 胶布固定一下 最后接上排线 一共10颗螺丝 最后清理掉所有的狗爪印 贴上保护钢化膜 安装完成 看起来还不错 首先测试一下 当电脑显示器 分辨率非常的高 系统默认直接 显示分辨率2048x1536 太高了 阿飞说有些肺炎呢 那么咱们再找一个 道边剪的鸡顶盒 刷个纯净系统 装上电视软件 看看电视效果 安装一个红白机游戏模拟器 插上游戏舵接收器